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在八字里面有所谓的公位 这个公位他其实 他是这样子 年代表祖父祖母 这边代表父亲母亲 这边代表自己 另一半 这边代表儿子女儿 这个是八字里面公位的一个运用 年代表祖父母 月代表父母亲 日代表自己另外一半 时代表儿子还有女儿 当然因为现在家庭结构的改变 所以也有人会把他直接年代表父母亲 这边代表兄弟姐妹 这边就没有改变了 这是两种的一个公位的一个情况 这是比较近代的 这是本身八字他的一个公位 你要用哪一个都可以 但是我们的公位 在传统命学来讲 他会看喜记用神 这个是你的喜神 所以这个人对你很好 我们不这样看 因为他会出现一个盲点 什么盲点呢 其实在传统学里面 你要了解 所以由日主去对照月令 他会得出所谓的身强身弱 你会发现到90%以上 这个位置全部都是祭神 这是在传统学里面的一个盲点 他会几乎全部都是祭神 90% 不管你身强 不管你身弱 该一个位置 基本上都会变成是祭神 90%以上 90% 除了一些特殊格局以外 否则的话 绝大多数几乎都是祭神 这一边就出现了一个盲点 母亲永远都是我的祭神 可是身弱我又需要印 结果母亲又是我祭神 所以我们不会用这一种的状况去判断 所以第一个 公位上的洗济用神 我们不这样子判断 因为五行派本来就没有洗济用神 五行派他是怎么看 第一个 当然还是以食神为主要 还是以食神为主 父亲看财 母亲看印 兄弟姐妹看底肩 这些都是一样 看他的一个五行生克 这个食神的状况 被克 还是被生 这个是为主要的一个依据 这是最主要的 第二种 这时候就是配合 什么叫配合 一定有五行流通 然后五行流通里面 他可能 年备克 年备克的话 可是他的食神是好的 跟爷爷不错 可是爷爷的位置备克 很有可能就是怎样 跟爷爷的关系不错 可是 爷爷爷的公卫备克 可能跟他就是比较怎样 没办法在一起 他就是一个关系上 食神为主要依据 公卫上 公卫 他是一个辅助 他是一个辅助 有的人跟姐妹很好 可是他们可能离得比较远 很有可能就是他位置被克了 离得比较远 有没有解 所以他就是一个相处的一个状况 感情不错 可是离得比较远 或者是 可以说 那个例如用财 你的夫妻 夫妻公被克 很有可能 你跟老婆很好 可是你老婆因为夫妻公被克 这个可能他所产生的 是身体上的一种不好 所以各位 你可以把这两个去把它搭配起来去使用 我在看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会利用这一种方法去判断 也就是说 你不能够因为一个财很烂 他可能跟他财不好 可是他的财运 他财运代表他的一个夫妻间的关系 可是有些夫妻间关系 他没有很 就是说虽然他们草归草 可是他们还是会在一起 这时候 他还另外一半 他没有被冲到 没有被克到 这样子的话 可能他的婚姻 还是一样 虽然不好 因为财 被克 可能不好 可是还不至于到 那么严重 要分手 假如 财运很好 然后另外一半被克 可能就是感情很好 可是他们因为什么事情 没有在一起 或者是另外一半 就是身体会差一点 用这种方式去判断 两个都很差 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准备要说再见 分锁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一种主要的十神 因为五行派就是十神论法 他透过十神来去看这该十神的五行 深刻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一定不能变的 第二个公位的辅助 就是在看说这个公位有没有被克 有没有被克 的一种情况 有的时候 我们还会看 他这一个跟这一个和 另外一半跟 孩子的关系 比较好 和也可以当做是好的意思 这个跟他妈妈就不错 跟他的父母亲都不错 所以和我们可以当做是一个跟谁还不错的一种像 假如你用公位来看的话 用公位 不是说什么一和 就是那妈准备外遇的 事实上说 那只是当中的一项 你要叫那只是当中的一项 我们真正在看的时候 我们会 以了家庭的一个状况来看 他比较照顾孩子 比较照顾孩子 假如是被克 你就要看是由哪边来克的 他有可能跟那一个部分 他可能是由这一个位置来克他 很有可能你的另外一半 来讲 可能十神没问题 你跟另外一半处得很好 可是会因为孩子的关系 因为他是由这边克过来 会有一些争执 会有一些争执 这个就是一个公位跟十神的搭配 但是他还是不脱离 五行伸克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留待各位去 练习 这种东西是留待各位去练习 因为我本身就会用这种的方式去看待 但是他并不是以公位的喜剂用神来判断 而是公位跟公位之间 五行流通以后 假如是从这边克过来的 从这边克过来 可能你的另外一半跟他的 跟你的祖父母可能就是怎样 会有一些冲突 从这边克过来 所以这个就是公位跟公位的一个运用 谁克谁 是谁跟谁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或者是谁合谁 但是我们说过他只能够进合 没有隔合这一块 没有隔合这一块 他只能够合到这些 所以他的会比较倾向于跟谁比较好 合的状况 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去论断 所以除了以基本的十神为主以外 你还可以用公位的一个辅助 这样子你的批论的话 那就会更生动 你跟他讲他的财运很好 可是有些人会说 没有 我跟我老婆每天吵半天了 你就会发现到 他的财没有问题 他为什么会吵半天 可能就是在公位上 他被克 所以他的夫妻公被克的一个项 虽然他的一个夫妻公被克 就代表他的另外一半 这时候跟他另外一半的相处出了问题 可是他的十神没有问题 所以他天天吵他不会离婚 他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东西就是要静待各位去练习 慢慢的去把它玩到熟 你才会知道说他的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